大家好,我是老李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如何在照片上添加雪花的效果 首先,我们要新建一个透明涂层 在编辑的菜单中,找到填充 内容设置为黑色 模式设置为正常 不透明度百分之百 然后我们确定 打开滤镜中的杂色 选择添加杂色 数量,我选择了40 这个数量就代表雪花的数量 分布,我选择了高丝模糊 高丝模糊就是让雪花变得不均匀 下面选择的是单色 一定要勾选上 然后我们按确定 设置好之后 我们把这个图层的正常 改为绿色 这时候我们看见这个照片呢 虽然雪花出来了 但是过于细腻 这个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就再用滤镜去调整它 我们打开滤镜 找到像素画 像素画里面有一个叫金格画 打开之后 我现在的单元格大角选择的是10 我们看一下它有没有变化 好,现在这个雪花出来了 大小也都有 但是有点不太真实 好,我们现在开始对雪花的数量进行调整 首先我们选择面板中的调整 选择色接 这时候我们会看到下面有一个小方块 还有一个下键头 我们把它点选上 也就是说让它只针对图层1进行操作 这时候我们拖动按钮 向右慢慢拖动 就会发现雪花逐渐变少 当然这也是根据你的照片情况去调整雪花的数量 这样就调整好了 但是有一个问题 是不是咱们这个雪花有点太清楚了呢 这时候我们就是可以选择图层1 去调整雪花的清晰度 我们在这个不透明度 这里可以调整一下它的明暗度 看看拖动滑螺的时候 看一看怎么样调比较自然 比较真实 好 今天就是我和大家分享的 我是老李 下次再见